現在黃世堅好像造成藍綠 白 就是大家都在效仿 你會不會覺得一面歪樓 好像講話很野歪於黨政 我想因為他的政見都以講笑話為先吧 沒有問題 講話剛剛黃世堅都是很大的 大家在想說你會不會也來吃 大概就如果在體育的場合可以來做 一般的場合真的也是沒有必要 黃世堅您提到說他跟黃山河的大統領黨禁 您是覺得說需要用黨禁來處理 沒有 我是說如果是黃山開的一個大會 但事實上那個題目我覺得媒體現在問題目 請要稍微精確一點 當時共同去參加別人的活動 那毫無相關其他的問題 那都屬於個人的自由 我們都不反對 所以說如果他表態挺黃山河 您才覺得是需要用到黨禁來 沒有 那又不是我的一個全球跟判斷 市長因為柯文哲說您喊抗中保台是喊假的 只是為了要保住民進黨可以吃香喝辣的權利 對這樣的說法請讓您回應 柯市長一直把這種政治議題或是民主的意思 當作吃香喝辣的籌碼 對我們而言我們抗共保台是我們的DNA 是我們保護台灣的一個基本的意思 那您怎麼看 因為昨天柯少爺有講到那個 看總統說要講話打假議員 他會解釋是鎮壓意義分子 我想是一個不當的解讀 任何一個政府在這個時代裡面 對於假訊息的一個打擊 那是應該的 但是那個範圍要怎麼樣來界定 那要謹慎小心的處理 市長你怎麼看說這個館長說 他有邀了你三次 那結果都沒有就是被答應這樣子 那你自己會願意接受他來訪問嗎 第一個我們大概是用相關的訪談 我們由進總來做相關的安排 因為有時間各方面的安排 那我了解好像他有跟我們相關的幕僚 他們的幕僚有這樣的一個聯繫 但並沒有到進總來 所以你自己會願意嗎 我想進總來安排 我大概沒有什麼反對 家庭 副長昨天總統的國慶文告 又被國台辦批評是 以五謀不畏自動 沒有第一個大概總統很清楚 在國防的戰力我沒有有自主力 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對於保土 就是守土為國 這都是應該的事情 那這也容不得在那個 給中共在這邊說三道四的 那你部長怎麼看 雙城普通 像說雙城論壇 如果你不辦 就寫在政見裡面 那之前你臉書也說到 首長應該都要有一個明確的表態 可以幫我們談一下嗎 明確對於各個城市的外交 明確的表態 就以世界的城市為我們的目標 對我們有力的可以交的朋友 我們當然都伸出友善的手 這是不用質疑的 那你怎麼看說他說不辦寫敦政見 那就好像就是說 常常我對其他的候選人 對於我們的一個限制 我覺得都沿路上都有一些怪異 就好像我也不會要求黃三人說 如果他不辦深蹲 就要把他寫在政見裡面 市長這個深蹲好像造成藍綠白 就是大家都在效仿 你會不會覺得一面歪樓 好像講話還一點歪打正 我想因為他的政見都以講笑話為先吧 市長這個目前好像講 萬安 黃三人都深蹲的 大家在想說你會不會也來示範 大概就如果在體育的場合可以來做 一般的場合真的也是沒有必要 已經建築六年了 他說謊 立法院抠包這種政見 這種騙子 你和你選下來 這種騙子 抗中包頭 好 這麼多警察 這麼多記者 可不可以請他們 繞個路給我 我要左轉 我要左轉 出來 黃三光 Пока 紫